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武德镇位于云南省镇荣县 白水江从贵州省赫章县一路奔流到此穿进而过 在白水江的东侧就坐落着多座壮观的天坑 其中三座天坑的排列十分奇妙 从高功夫看 犹如一张奇异的面孔在仰望着苍穹 赵监宇是一位资深的户外探险爱好者 对云南贵州一带的天坑洞穴进行过多次探险 武德镇的天坑群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于是他和几名队员前往镇雄县武德镇展开探险活动 通过多次观察 赵监宇发现 三座天坑几乎呈三角形分布 其中两只向眼睛的天坑 坑口呈椭圆形 面积稍大一点的天坑 一面崖壁近似于缓坡 而另一侧的天坑则抖崖为和 四周岩壁直立 显得十分陡峭 第三个天坑位于最南侧 坑口面积虽然相对较小 但却异常幽深 三座天坑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 这让探险队员感到非常兴奋 那么队员们要先从哪一座天坑展开探险呢 几位探险爱好者从当地村民那里了解到 当地人习惯把天坑叫做锅圈 这天坑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我们来看 那三座从高空俯瞰仿佛人形面孔的天坑 两只眼睛所在的地方 大一点的天坑因形似一个巨大的波及 附近村民呢便把它叫做搓肌炎 旁边小一点的天坑叫做大锅圈 而在鼻子位置上的这个天坑啊 则被当地人称作是三锅圈 三座天坑集中分布排列巧妙 相比较之下 三锅圈炎必直立 深度呢也显得非常深 对于探险者来说似乎更加具有挑战性 于是几位探险爱好者一番商量之后 决定先从三锅圈展开岩降探险 然而这一次的天坑探险 却让他们有了出人意料的发现 赵洁宇带领他的团队来到三锅圈 由于是初次来到武德镇 大家对三锅圈坑底的情况并不熟知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一组队员在坑口负责观测 另一组队员开始不省准备岩降 正当他们下降了五十多米时 一处裸露的洞穴吸引了探险队员的注意 赵洁宇决定带领几位队员横着移动 进入洞穴里 剩下的几名队员继续下降到三锅圈坑底 进入到洞中 探险爱好者发现 眼前的洞听十分宽广 不远处 丝丝光亮照射了进来 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顺光前行 行进了大约十几米后 队员们发现 竟然是一座座过败的剑 几位探险爱好者继续观察后发现 整个村寨竟然空无一人 从青台的面积和厚度上可以判断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虽然一些建筑已经被废弃多年 但仍然保存完好 雾满尘土的草边房顶下 似乎演映着一段久远的历史 队员们向外望去 看到的竟然是另一处天堂 通过卫星图仔细分辨后发现 他们居然已经置身于 脱机岩之中 此时已经下降到 三国圈坑底的队员 传来了消息 他们在下降途中 不仅发现了古代的锚钉 还有用于攀岩的绳索 与废弃的洞中建筑相比 这些攀登工具的年代疑似更加久远 两处看似相邻的天坑 为何相互连空 在两个天坑中 为何都存在人类活动后留下的遗迹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说到云南省的镇雄县 就不得不说说它的地理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镇雄县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 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里历来是四川进入云南与贵州的必经之路 因此有人猜测 天坑底下的那处古寨遗址 会不会跟古时的某种军事活动有关呢 为了解开其背后的歌学原因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武德镇 经过多方打听 队员们找到了当年的几位探险者了解情况 好 三月正值雨季 雾气弥漫 道路失华 行走起来十分艰辛 如此湿滑的条件 十分不宜言降 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兵分两路 一路队员来到洞穴对面 进行定点观测 另一队到达洞穴正上方 开始不舍 这样呢 我就和你一起了 一切准备就绪 判险队员们准备开始严降 然而没多久 出现了险情 不时滚落的碎石 崖壁上杂乱的树枝 加大了严降的危险程度 队员们几次下降 都没有到达位于洞壁中间的洞穴处 于是队员们决定中断严降行动 咱们下边情况怎么样 下面那个崖壁上 有很多风化老的碎石 比较危险 探险队员们告诉设置组 联名的细雨 使得崖壁十分湿滑 加上碎石太多 不时崩落的石块 会给严降过程带来巨大的威胁 因此 他们需要重新寻找相对安全的下降点 然而 此时的雨越来越密集 大家商议后决定 暂时返回村庄 寻找其他的探动方案 未知隐蔽的藏冰洞 人工累气的石墙 不行不行 上不去这块 意外发现的泥制品 能否成为重要线索 深亨古寨 立立中国 正在播出 由于各种原因 队员们无法前往天坑之中 那片已经被废弃的居住地 这个时候 村中的一位老人告诉设置俗 镇雄县平霸较少 境内山巒起伏 为了能与外界沟通 生活在这里的人 自古就开辟出了很多条 幽深曲折的小路 连通着大山里的每一座 村落和每一户人家 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小路 通往搓鸡岩的坑底 除了三国圈下降到那处洞穴 这条隐蔽的山路 或许能够到达洞穴的另一段 也就是探险队员之前在洞中 发现的那处洞口 那么接下来队员们 顺着这条小路 能否到达房屋遗址所在的 那处山东呢 武德天坑群背后 隐藏的地质奥秘 也引起了一位专家的好奇 设置组决定 跟随专家一同展开考察 复电机 昭通学院地理科学 与旅游学院教授 对云南省的地质地貌 有着深入的研究 在老乡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戳鸡眼 半山腰处 几座破败的房屋映入眼帘 上下层的结构 杂草编织的房顶 工整的石块 不禁让人好奇 你看它还倒塌的 下来这个墙里面的石头 有的就是原石了 它基本没有什么修整的 但是这盘墨就不一样了 它是经过精心修制 就是满足它那种磨面的那个功能的 那看来当时这边人口还挺硬的 为了估算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口数量 专家决定 对周边石墨水缸数量进行盘底 经过考察 队员们发现 这里的石墨 约有近十个水缸也有四五个 附电机教授粗略估算后推测 最多时大约有近百人曾在此居住生活 这样的推测让队员们更加好奇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 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人选择在这里居住呢 这个天坑底部的居住场所 又有着怎样的绅士秘密呢 村民告诉考察组 附近村民对此也有着不同的猜测 有人说这里是一处军事哨所 也有人说这里曾经是一处藏宝地 每逢战乱时 人们便把值钱的东西藏在这个隐蔽之上 就在崖壁之上便有一处洞穴 当地有人把它叫做藏兵洞 据说洞中还有不少宝贝 只不过村中很少有人能够爬上去 这时隋同的老乡告诉队员们 据他所知 附近村中一位名叫谭未民的村民 就曾经爬上去过 于是摄制堵返回山下 找到了那位老乡 您好 人是谭大哥吗 是 听说您能爬上那个搓几岩那个藏兵洞 那上面啊 对 能上去 能上去 那您能上去看一眼吗 带着我们 可以可以 我带你们去 好的好的 从这北盒 从这北盒之北盒之内可以上去 要从房子背后才能上去 返回搓几岩 考察组将摄影设备带在谭未民的头上 进行记录 老乡伸手矫健 轻松地爬上了崖壁 它沿着崖壁边缘的缝隙一路行进 藏兵洞变位于最上方 从村民头戴设备传回来的画面中 队员们可以看到 牙壁之上 一段石墙 十分工整 如同人工雷气的一弯 能看到吗 那么 人们为何会在如此高的绝壁之上 雷气石墙呢 此时 信号中断 队员手中的显示器 已经看不到任何画面 抬头仰望 大家已经看不到谭未民的身影了 在哪呢 又看不到您了 不一会儿 画面开始变得清晰 终于呈现出了洞穴中的影像 只见 洞瓶较大 十分隐蔽 就在这时 谭未民有了新的发现 石头 这样的发现 让考察组兴奋不已 这处岩壁上的洞穴 究竟有何用途呢 谭未民发现的石头 又能为考察组带来哪些信息呢 您拿的石头还在吗 石头在 在 我们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像石头 看到老乡戴下来的石头 考察组发现 这更像是人工烧制的泥制品 且年代久远 柔月的地理位置 隐蔽不易察觉的洞穴 那么 这里会不会是一处军事要塞呢 这块泥制品 能否为揭开这处废弃房屋的神秘面纱 提供关键线索呢 考察组来到镇雄县文化馆 寻找相关记载 对的 这个全是我们镇雄县里的出土的文物 馆长告诉考察组 在武德镇 确实发现过众多类似的物件 除此之外 还出土过东汉时期的青铜器 可以看出 这一带曾经是个繁荣昌盛之地 那么 搓机研制中的那些洞中建筑 是否跟古代的军事战争有关呢 对此 对员们前往镇雄县地方制办公室 进一步了解情况 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 镇雄县位于三省交界 地处险要之地 古时这里便征伐不断 专家推测 天坑洞穴里的建筑 既有可能是兵家营盘 也有可能是当地百姓 为了躲避战乱的一处隐蔽场所 过去动荡它就要躲兵匪了 它就找到这种 有野洞 山洞 野枪 而且尽量地不要被人发现 就是自我隐机 自我隐藏起 有野洞 山洞 野枪 但是西北侧是一处巨大的垮塌口 若将缺口与整座环形崖壁相连 则会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这个缺口你看 那个山崖 那个窝口 我们可以想象在它的早期阶段 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专家推测 搓鸡眼实则为一个退化的天坑 其他方向的崖壁保持完整 只有西北侧的崖壁已经垮塌 形成了如今三面高耸 一处开口近似波及的模样 附电机教授解释说 天坑的退化除了暗核的消失 导致停止了发育之外 应该还受到了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 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再次定居 是否与搓鸡眼一侧 牙壁坍塌有关呢 专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 向西行进约一千米后 考察组来到白水江边 在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仔细观察后 专家发现 白水江从搓鸡岩沿岸穿流而过 而搓鸡岩位于拐角处 聚厚石灰岩虽然十分稳固 但受到河水的侵蚀 岩石垮塌出现缺口 这才造成了如今的模样 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一带的暗核最终汇入白水江 而人们定居选址的位置 或许也与这条江水密不可分 那么当年人们在一处退化天坑中 建防居住 为何又选择离开呢 这里的天坑为何排列似一张面孔 究竟是一种巧合 还是暗藏某些不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呢 镇雄因为他独特的地质环境 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生活习惯 人们利用特殊的地势 放水而居 修屋建房 形成当地独有的风俗文化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更为特殊的地质现象 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他发现在白水江的两岸 一侧天坑密集分布 一侧却只有被茂密的植被 所掩映的山乱 那么一江之阁为何形成 截然不同的地质景观呢 三座天坑巧合地排列成 近似三角形的形状 这其中究竟还有怎样的 地质奥秘有待破解呢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